宅男们要是觉得太孤单寂寞冷的话 不如养只狗狗来陪伴自己吧 自从这个后会无期上映之后 那只马达加斯加可谓是抢尽了风头 之后又有了这个新花路放 这果汁一下也成为了红人 接下来我们就和汪星人来一个亲密接触 聪明懂事茫茫的 或许眼前的观众一眼就能认出 这就是如今大红大紫的高考果汁 在电影《七花路放》中 狂播与果汁在旅途上的巨蚕令人丰富 而在六支节目前果汁就迫不及待地秀了起来 它叫果汁 它应该是我们 就是它一个多月大的时候我们捡来的 由一个月大被遗弃的普通稿道如今的名称 果汁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细花路放密不合分 作为影片缺一不可的亮点 果汁在剧组中也是成了真正的爱因分子 你也是原生的一部分 你怎么就出不来呢 没有啊 我们还带上小口叫普汁 你这是用了什么样的生发水呢 它没有去中之前有点掉好 徐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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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阵这个演员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它其实用了 用表演呢 其实要比王国稍微强一点 然后比徐章也稍微强一点 论人品呢 其实也比他们的演员要好一点 演技狗品受到如此好评 看来果汁的下部电影只予日可待了 其实在当天《我爱我家》的节目中 主人公就正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而变连大王莫元记 相声演员英宁也带来了各自的小宝贝 先吃瓜子 他今儿看好 他口味刻 来 亲个 打开 他坐车来的 他在上面带着呢 我爱人喜欢 他喜欢买 我呢就是负责养 养着养着呢 他就不管了 我对这些小动物的越来越产生感情 第一个点评 宠物卖萌又可爱 主人切记要善待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